整天盯着电脑敲键盘 下班又当低头足 肩颈背部点coco 长期下来驼背圆肩影响体态 不少人会上健身房锻炼背部肌肉 但网络盛传 练背还能瘦练 是否真有歧视健身教练来揭秘 这个部分的话 比较像是间接上的一个关系 脸部可能会因为运动有消水肿 会看起来比较变得再更紧实一点点 可能脖子双下巴 或者说我们的胸背 本来是圆背的一个部分 都可以有更好的改善 要想拥有好体态 还能顺便削双下巴 聚加练背动起来 把你的躯干打直 脚尖的话稍微帮我勾一下下 吐气的时候 上半身胸口跟我们的下半身 大腿一点点离开地板 吸吸回来 抽人士抬起双脚双手 可同时锻炼上背部与下背部 还有这一招 里面就可以放一些厚重的衣服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厚重的书本 先拉起来靠近身体 好 慢慢的我们去推动我们的屁股 让胸口一点点往前 好 深呼吸一口气 稳定身体 脚顶住地板 背收缩 手肘往后推 使用后背包当作哑铃 划船 强化背部肌肉 锻炼完毕后 则可以做音额续放松 慢慢往前延伸 额头的部分 往下去找到我们的瑜伽垫 上背延伸至下背 都可以有很好的伸展效果 垫背的好处 其实它可以去减少我们 可能会有一些 知识不良的一个肌肉痠痛的部分 长期你可能都是这样子去着 所以你的呼吸会变得比较微弱一点 藉由我们训练之后我们的呼吸 可以大口放轻松地呼吸 可能不会觉得 常常觉得可能精神不济 会有点想要睡觉的感觉 春节假期冻起来 居家练背 争取新年新气象 拥有好体态 最新年转量税率 台庄报道